我国在稀土领域再获一重大突破 将从根源上彻底根出一个缺陷 美专家敲响警钟 稀土一直被称为工业黄金 是很多高科技工业制品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 而中国则是全球唯一一个 能提供全部17种稀土金属的国家 承担着世界80%以上的市场份额 近日我国在稀土领域再获一重大突破 将从根源上彻底根出一个缺陷 近日据科技日报报道称 国家节倾 长江学者李梅教授团队 重构了一套稀土矿物高效富级 高品位稀土金矿被烧分解 清洁提取稀土并回收半生元素 浮临土的悬眼联合新技术 这项技术突破却有什么重大意义 事实上中国不仅拥有世界第一储量的稀土矿 还有最先进的提取技术 中国稀土储量仅占全球已知储量的36% 然而中国稀土加工产量却占全球70% 不过稀土提炼分离生产链有个削陷就是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毒的废水 废弃和无用的尾矿 而这次李梅教授团队突破的新技术 将从根源上解决稀土演练的三废污染问题 据悉 这项新技术的演练工艺 可以在得到回收率大于93%的高纯净度 混合氯化稀土溶液的同时 演练过程中造成污染的半生资源 也可以回收再利用 高品位稀土金矿的回收率提高了15% 从源头切除污染源 与此同时 美国专家最近也敲响了警钟 报告称 美国制造业这个面临 23种关键矿产的供应风险 其中包括稀土元素 银河屋等对移动设备 航天航空等高科技领域 至关重要的材料 而作为美国稀土 等关键矿产的主要供应国 中国稀土市场动向 也影响着美国矿产策略的决策 作为科技大国 美国的稀土化合物 和金属的78%市场份额 都来自中国 美国的电子科技 军事装备 航天科技等尖端行业的关键材料 都依赖中国稀土 在去年 美国为了摆脱这种高度依赖 满世界寻找新的 稀土供应商和替代品 然而几乎一无所获 现在我们稀土提炼新技术突破 国外供应商更没有竞争力了 与此同时 三月份 我国稀土出口量也创了新高 升至5551吨 同比增长19.16% 不过很多人担心 这是我们的战略王牌 为何出口量还增长呢 事实上 我们早已升级了稀土产业 从出口原矿 转向出口稀土氯化物产品 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 都把稀土矿产运到中国 再从中国购买加工过的 稀土产品 此前 我们提炼稀土有环境污染 现在这个问题也将被根除 可以说 中国在稀土行业的地位 无可撼动